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几种描写人物语言的方法 有什么样的法宝呢 先看第一个叫做现场法 什么叫现场法呀 就是我们平时中会中的对话能不能直接搬到作文里去 就是让我们看文章好像就能够就能身临其境 能听到人物的对话听到人物的独白一样 就不是机械的在说而是在听能听到能感受到 就是让人身临其境读文章有如听文章 那么做到这一点有两个小方法 第一个就是省略那些说呀问呀道啊 谁说谁问谁说道 把这些道什么说问省略掉 也就是说用那个用什么用什么 用我们最后那种方法对吧 可以把提出省略 或者呢直接中间穿加一些人物的动作神态 不要这些书雅问的这些字眼了 增加语流速度让节奏变快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虎波头也不太冷冷的问 你叫什么名字 刘洋 年龄 23岁 这样子是不是让我们感觉 好像听到了人物的对话 而且中间没有什么停顿 没有什么制色的地方 就是他就没有怎么样了 就非常的快了 是不是很有流动性了 没有阻隔了 叉叉叉叉叉叉的下来了 就让我们呢感受到了现场 那么这是第一种方法 就是把提示语啊 还有这些动词省略掉 那么第二个小方法是什么呢 想一想啊 怎么样增加现场感 现场感 我们现场说的话 比如说雨菅老师就经常啊 可能会有一些什么重复的话 或者呢 有一些口头 口语 还有一些什么呀 还有一些口误 口误也是难以避免的 或者呢 你说雨菅老师把这话 你说白雨菅老师的这个话 你看 刚才你叫老师 放两副书两遍啊 你把它搬到了书面上 也许不成立 还是个并句呢 那么我们怎么样 把口语生活中的话 放到作文中 如果把生活中的话 放到作文中 是不是感觉也挺真实的 用一些这样的方法 比如说表妹 坐着脚大叫起来 你看她大叫什么啊 不 我要我要 我就要 表妹坐着脚 大叫起来 哎 这是不是生活中的话呀 这让我们有了现场感了吗 啊 不 我要 我要 我就要 是吧 是吧 哎 就是我就要 你看 这就是表现出了 她当时的一个小性格 哎 表现出了当时的一个现场 这就是第一种方法 叫做现场法 那除了现场法 能把这个 哎 语言写得特别生动 特别真实 还有什么方法 能够使语言描写 特别精彩呢 大家想一想 语言描写 我们平时看到一个人说话 或者和别人交流 你是看到了宇杰老师的神态 哎 看到了宇杰老师的动作 还有样子 啊 才能够怎么样啊 哎 就要听宇杰老师说话 就比较舒服 如果我们以后不录视频了 你也看不到宇杰老师了 哎 宇杰老师也不动了 哎 我们就在一个黑黑的背景后面 听着宇杰老师的声音 啊 我们的喜爱 灰太郎 也没有 也没有样子 也没有他那个图片了 啊 也没有动画片了 啊 就只有那些说话了 所有的电视全都不见了 球赛也只能听到广播了 如果是这样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特别枯燥 特别无趣啊 哎 我们文章中的语言描写 也是这样 我们不要纸机械的 把人物的语言放上去 是不是可以加些别的呢 再想一想语言 宇杰老师说话是大评调吗 宇杰老师说话是大评调吗 哎 不是吧 是有语言语调的是吧 哎 那么我们都要把这些加上去 这就叫做 语态法 语言描写呀 不是单纯的机器的表达 写活人物对话 还要注意 说话人的音色 音量 速度 声调等变化 融入人物的神态表情 从多个角度综合描绘 来看一个例子 孔一己 便站孔的脸 额上的青筋 迢迢站出 争辩道 窃书 不算偷书 窃书 读书人的事 能算偷吗 大家想 如果我们把这全删掉 我们直接改成孔一己说 孔一己说 窃书不能算偷 窃书读书人的事 能算偷吗 我们能感受到 他当时的那个样子吗 他说话时的心里吗 哎 不能是吧 哎 怎么样能够把人物都快写活 就要通过 上面的这些 孔一己便站红了脸 额上的青筋 迢迢站出 正便道 窃书不能算偷 窃书 读书人的事 能算偷吗 对吧 不一样了吧 大家想 如果说你是一个木头人 那我一直跟你说话 一直跟你说话 我说得特别没意思啊 对牛的喊琴 对吧 哎 是这样的 可是在我们生活中 哪怕我不理你 我是不是也有感受的 哎 那你对我说的话 我都是有感受的 我有了一个反馈 这样才更加的生活 更加真实 而且怎么样啊 写得更精彩了 能把语言描写 写得更精彩 对不对 那什么是感受呢 你想想我骂你一句 和我夸你一句 你的感受一样吗 不一样吧 哎 如果能把感受写出来 是不是 哎 这个整个这个画面 就更丰富了 这个语言描写就更精彩了 哎 我们来看几句话 妈妈这句话 像一根火柴 点燃了我心中的希望 老师的话 如同阳光温暖着我的心 这姑娘的话 如同大地渗出的泉水 清清亮亮 自自然然 没有泡沫 也没有喧哗 这家伙的话 像一股冷风 吹得我心里寒嗖嗖的 牙齿咯咯打颤 那姑娘的话 刚针似的插进我的心窝 她这几句话 说得重极了 好像掉在地上 都能把地砸个坑 这些呀 就叫做感受法 如果我们之前 没有这样写过 可以摘抄几个句子 防写一下 大家记得啊 防写永远是 学习别人的语言 和那种思维模式的 最好方法 我们可以防写两句话 掌握了这种法宝 想一想我们 描写语言 学了几种方法 一个是现场法 一个是语态法 还有第三种叫做感受法 把这三个魔法掌握在手 那么我们的语言描写 就会非常精彩 最后啊 再给大家提点醒 我们来看这样一段话 邻居家四岁的孩子 看见我在打电脑游戏 便对我说 你怎么总是打游戏 不学习呢 这样你考试会不及格的 以后一定考不上大学 大家看看这段话 像一个四岁的小孩说的吗 不像吧 这个太不像四岁的孩子说的了 那也就是说 这个语言不符合 不符合这个人物的年龄特点 那再比如说 再比如说 现在我们 你的同众 今天没有带橡皮 把你截了橡皮 你截给了他 他会说 谢谢 你会说 不客气 你会不会这样说 没关系 这是一个少先队员应该做的 也不会对吧 这也是不符合我们现在的特点了 还有吗 你会不会路上帮了一个人 帮了一个老奶奶 帮了一个老奶提菜 或者过马路之类的 老奶奶说 那个叫什么名字呀 你说我叫红领精 然后你就跑了 也不会吧 这也不会 那再想一想了 街上两个大人在吵战 会不会一个人指着另外一个人这样说 你 你真讨厌 我不跟你玩了 也不会 这也不符合人物的 年龄特点 身份特点 等等等等 不符合人物的特点 那想一想啊 是不是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语言特点是不一样的 对吗 哎 每个人的语言呀 都要个性化 要契合人物的身份地位 年龄特长 生活经历 思想性格 等等等等 一定要契合这些 这呢 才使用着语言个性化 哎 想想那个傻根 是不是他说话 和那些 和那个刘德华他们说话不一样啊 为什么 哎 这是他的生活经历不一样 对吗 哎 我们不知道同学们最近有没有看人在囧图 哎 同样是王宝强呀 演的那个 演的那个 那个一个村里的人 看他说话 和那个和那个经理老板说话是不是一样的 哎 这就是人物的 他什么呀 哎 他的生活经历不同 他的身份地位不同 他的语言呀 会有显著的不同 要注意语言的个性化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对话要简洁明确 千万不要啰里啰嗦的 啊 和这件事有用没用的 和主题有关没关的 我全把它拿出来 我一见到他 你好 你好 你吃了吗 我吃了 你吃了吗 我没吃 为什么没吃啊 我爸妈不在家 那你为什么不去买呀 对不对 哎 那就觉得很啰嗦了 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简洁明确 那么语言描写 我们就讲到这 接下来呀 我们了解一下心理描写